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門官方星期三 指政府和其他盟友部隊 已經推進到戰略性的中部馬里布省 迫使胡彩半軍離開 俄羅斯政府的一名高級代表 周三抵達巴黎 以所謂洛曼蒂模式 走烏克蘭問題進行會談 其中包括來自俄羅斯、烏克蘭、 德國和法國的官員 希臘亞丁市中心繁忙的地區 星期三早上發生爆炸 造成三人受傷 嚴重損毀了一棟大樓 並破壞了附近的店鋪 在澳洲人慶祝該國的國慶時 全國範圍內舉行了反對 澳大利亞日抗議 澳洲國慶日標誌著1788年 英國囚犯船在悉尼登陸 印度數千人週三在新德里寒冷的早上 觀看了慶祝共和國日的遊行 慶祝規模因新冠疫情而減少 有空間奧 希望